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2日 今天講講卡塔爾世界盃 卡塔爾世界盃可以說是近年 爭議最嚴重的一次世界盃 為什麼今次爭議這麼嚴重呢? 當然來自兩點 第一點就是卡塔爾本身的問題 第二就是參賽國家伊朗的問題 先講講卡塔爾的問題 這個世界盃花錢是相當厲害的 花了多少錢呢? 是2200億美元 2200億美元相等於卡塔爾一個國家 一年以上的GDP 這是誇張的 因為他一年的GDP只有1800億左右 他花的錢就超過一年的GDP 這是很可怕的 對上七屆的世界盃 平均花的錢都是百多億而已 他花了2000多億 以98年的世界盃為來 只是花了23億 2002年日韓世界盃都是花70億而已 之後那幾屆都是大概花120億至150億左右 但是他這次花了2000多億 花了2000多億 當然有一部分是形象工程 因為卡塔爾這個國家 是一個保守主義的伊斯蘭教國家 對女性的地位 是有相當傳統的保守看法的 對同性戀視之為非法的 而世界盃百威本身是贊助商的 臨時就說禁酒 因為伊斯蘭國家當然有禁酒令 但世界盃理論上應該有例外 你FIFA跟他談的時期 應該接受贊助商的時期 就要跟主辦國達成共識 但是突然間說禁酒 所以這些提笑皆非 但問題是 今次世界盃 他花了2.2億 找求星做代言人和宣傳 其中1000萬磅請了David Beckham David Beckham做了世界盃的代言人之後 就飽受批評 其中最嚴厲的批評 就是來自他的曼聯前隊友 Eric Cantona 賢東拿 賢東拿對他的批評很不客氣 英國的國民也對他有很深的批評 認為他為了這1000萬磅 要賭上了他的聲譽 因為卡塔爾本身 第一對同性戀不友善 對女性不友善 而且 有人權 劣跡斑斑 這次搞世界盃這麼闖絕 搞2千多億就要大興土目 裡面請了很多外勞 而傳出很多新聞 說對待外勞的待遇非常差 很多外勞在酷熱的天氣打壓工作死亡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在2010年FIFA決定將主辦權交給卡塔爾的時期 被指控卡塔爾用了7000多萬美元 是賄賂了FIFA裡面的一些 而FIFA近年 爆出了很多貪污的醜聞 所以這次的世界盃 迫銜被認為 要賠上了自己多年來累積的聲譽 他做很多慈善工作 本身有一個很好的聲譽 但是這次的世界盃 似乎讓他賠了夫人又接兵 但是 這個世界盃在卡塔爾舉行 花了2千多億 花了相等於一年GDP以上的開支 當然是因為卡塔爾本身是天然氣很豐富的國家 而他借這個世界盃 可以說是重建了整個國家 包括首都多哈 其實英國去亞洲的飛機 很多都是經多哈轉機 因為直航機通常比較貴 你經一經多哈 那張機票可以便宜幾百磅 甚至乎 如果你坐商務客位 分分鐘便宜過千磅 所以經多哈機場 其實也可以考慮 遊覽一下 因為多哈機場 經過這次的世界盃 就是大興土木 非常金碧輝煌 而且他建了八座足球場 你就知道卡塔爾本身是很熱的地方 這麼熱的地方 根本是不適合踢球的 但是 幾萬人的球場裡面 有冷氣 草皮也有冷氣 如果不是這麼酷熱的天氣 一定是曬死草皮 所以 八座足球場花了65億 最重要的是 建了一個新的城市 這個城市 就是世界盃這次主場館的地方 就是奴塞爾 建了450億 建了一個新的城市 這個城市 看上去跟杜拜差不多 金碧輝煌 所以 多哈或者是奴塞爾 花了這麼多錢 去搞這次的世界盃 令到一個中東的小國 自此之後聲名大噪 可能跟杜拜分庭抗例 成為一個新的旅遊景點 但是 世界盃的爭議 不僅是來自卡塔爾 因為FIFA的主席 不斷批評 說 歐洲西方的偽善 過去幾百年幾千年 對中東作了很多業 自波熙戰爭以後 其實西方和東方的文明 不斷產生衝突 後來中世紀以後 就有十字軍東征 西方對東方作業太深了 所以說西方人偽善 西方人不應該指控卡塔爾人權的問題 認為他們的人權應該改善了很多 甚至說 可能之後有機會在朝鮮搞 體育就是體育 不要說政治 但問題是體育是不是可以不說政治呢? 好像孫中山所說 政治乃眾人之事 有人就有政治 這個世界不要說有體育沒有政治 體育就有政治 所以這個世界盃其中一個參賽國就是伊朗 當然卡塔爾 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是主辦國 所以他自然成為世界盃決賽州的成員 所以中國歷史上只有一次進入了決賽州 就是日韓世界盃 日韓世界盃就是日本和韓國的主辦 日韓自然進入了決賽州 所以中國有機會取而代之 避開競旅 進入了世界盃決賽州 所以如果中國要進入世界盃決賽州 很可能真的要跟朝鮮一起合辦一次才行 否則真的以自身的實力踢進去 在數十年內我看也沒什麼機會 今次另外一個參賽隊伍就是伊朗 伊朗這個非常震撼 為什麼呢? 因為伊朗對英格蘭 結果輸了6比2 也不奇怪 英格蘭是傳統勁女 伊朗輸球 但是今次輸球還輸球 伊朗的運動員得到舉世的清重 原因是什麼? 這些運動員在播放國歌時期 沒有跟著唱 而且是黑面 默哀 甚至乎在賽前賽後 也出來批評伊朗政府 如果有《國歌法》和《國安法》 這批球員已經觸犯了法例 但是為什麼這些球員都會繼續這麼做呢? 原因是來自今年9月14日 一個22歲的富爾德族女子 這是亞美尼 亞美尼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子 跟她老家去首都德克蘭 在過程中 因為沒有帶頭巾 沒有合適地用頭巾遮住自己的頭髮 結果被伊朗的宗教警察拘捕 大家知道 伊斯蘭國家 就算馬來西亞 也有宗教警察 拘捕 因為1984年之後 伊朗立了法 女性必須要包頭 而且連頭髮也要遮蓋 否則違反當地法律 但是亞美尼這個女子 沒有包著她的頭髮 結果被警察拘捕 被警察拘捕 三天之後 重傷不致死亡 聯合國說亞美尼是被人用警棍去吐她的頭 腦出血而死的 當然 官方 伊朗警方的報告 就說不是 他是死於自然的 死於不幸的 是老中鋒死的 當然伊朗的人民是不接受 伊朗的人民 長年受到宗教的困擾 因為自從70年代爆發了宗教革命之後 巴列維王朝倒台 親西方巴列維的時期 非常開放 男女是平等的 雖然巴列維王朝非常貪污腐敗 但是社會還是開放的 但是宗教革命之後 這個社會變得保守了 女性的地位長期受到壓抑 同性戀更加非法 在這種情況下 在今年的9月爆發了撞闊波蘭的反政府運動 這是反惡法 反政府的示威 認為女性的生命是值得尊重的 不僅僅是男性 因為在伊斯蘭教的概念裡面 男性是高高在上 女性是附屬品 所以 爆發了撞闊波蘭的社會運動 這個社會運動一次一次在街頭上抗爭 包括罷工 還有縱火 衝擊 公民 不合作運動 很多女性故意不帶頭巾 這個講起公民不合作運動 其實最早是來自美國的一個思想家 這個叫做梭羅 在19世紀中業的時期 梭羅就是因為美國當時要攻打墨西哥 而且要擴大奴隸制 又要加稅 他覺得是不合理 打墨西哥不義之戰 擴大奴隸制也不合理 加稅更加不應該了 所以這種情況下 他就發起了第一次和理非的公民不合作運動 這個和理非的公民不合作運動 就是由他開始的 後來的甘地 以及聖鴻甘地之後 就是到了美國的黑人民權領袖 馬丁路德金 以及香港的佔領中環 其實都是一脈相承 是源自梭羅的公民不合作概念 因為以前傳統就是革命而已 好像孟子所說 民諸一獨夫 佛咒未民是君也 是革命而已 你不滿意就推翻他 但是問題是人去到不滿意 要去推翻他 可能幾百年才出現了一兩次 但是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 每天都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不能動一點 就推翻政府 動一點就搞革命 所以公民不合作運動 是一個最合理的做法 去對抗權力 是無權力者之權力 其實2014年 2013年我和陳偉業 當時的立法會議員寫了一本書 就是講公民不合作運動的理論和方法 然後大耀廷教授提出了佔領中環 我和陳偉業覺得 在這個時候就不要出版這本書 因為怕會影響了對大耀廷教授佔領中環論述的討論 可能就會分散了 大家注意 所以後來最終沒有出版這本書 多年之後我想找回稿 結果找不到 因為電腦已經轉了好幾步 又找不到以前的Hardis 所以這是非常可惜的 但無論如何 今次伊朗爆發了公民不合作運動 女性故意不帶頭巾 有一些示威者衝擊警察的防線 甚至乎放火 有和平衝突 也有激烈肢體衝突 這些衝突 就是導致伊朗據說 有300名示威者因此而死亡 官方說有40多人 但是國際組織估計 包括國際特赦組織估計至少有300人 而伊朗政府對外國記者非常惡劣 他們的警方揮棍打外國記者 其中有兩名外國記者被拘捕 說他們是外國間諜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大家似曾相識 與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也很相似 都是由反惡法開始發生 其實如果以藍絲和黃絲的角度 今次伊朗這群足球員抗議 不唱國歌或者公開批評 就是伊朗的黃絲 就是伊朗的黃絲 而伊朗一定有很多人支持政府止暴制亂 支持政府由亂入治由治入興 那些就是伊朗的藍絲 什麼人呢? 首先第一 你想想一下 女性 女性是今次伊朗示威的主角 但是問題是 有一部分的女性 也是同意了政府這種做法 認為女人不應該拋頭露面 女人應該中宗教原則 應該包著頭 不要露出自己的面部 不要露出自己的頭髮 不要露出自己的樣子 不要讓男人有機可乘 不要引人犯罪 引誘到男人的性慾情慾 這個女人是最大惡極的 有些女人一定是這麼想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接受這個世界應該是生而平等的 如果你接受這個世界應該是人人平等的 沒理由女性要包著男性 是不包著的 不是 伊朗藍絲告訴你 這是我們的國情 因為我們是一個宗教國家 宗教國家應該是以宗教的經文為指導思想 所以經文裡面就說 女性要包著 不可以引誘男性 所以普世價值是重要的 人權是重要的 但是人權是不能夠凌駕在我們的宗教法律的 伊朗藍絲就會這麼說 黃絲怎麼說呢? 黃絲就會認為 國情是國情 但是國情是不能夠凌駕普世價值的 普世價值就叫做天賦人權 天賦人權 人是先於國家的 有人才有國家的 所以不能夠用國家的特殊情況 要限制人的權利 人應該生而自由 生而平等 我喜歡包頭就包頭 我喜歡穿比堅尼就比堅尼 我喜歡怎樣就應該怎樣 不到你去管 這是我的權利 所以兩者注定不能夠互相溝通 伊朗藍絲就會覺得打得好 我們40多年來 1980年以來 我們在宗教管治行之有效 讓伊朗這麼強大 可以和美國抗衡 如果沒有這個 宗教國家 沒有新伊朗 還是巴列維時代 所以我們要支持政府 打這些暴徒 這些暴徒罷工縱火 這些暴徒就是犯法 犯法就是犯法 一定要打的 所以藍絲的角度其實很簡單 就叫做直覺思維 這個叫做直覺思維就是什麼呢? 他們就會覺得 現在生活很好 反就是亂 反就是外國勢力 反就是搞亂社會 反就是影響到現在我們既有的利益 所以 維持社會現狀最好 這些直覺思維第一就是 頭腦簡單 他接受不了這個社會 他會有一個複合的邏輯思想去分析問題 而更重要就是 支持的人 就在現在的制度下 他們享受的既得利益者 因為支持的 第一大部分都是男性 第二就是 即使是女性 他們在傳統文化之下 認為女性 是應該要為命是從的 應該要聽男性說的 就是他們不接受新思想 不接受平等思想 相反的 反對的人 就是接受平等思想的 就是接受這個世界 有一些東西是高於社會穩定的 就是公義 但是藍絲會覺得 你有你公義 我有我公義 我公義就是維持社會穩定 止暴制亂 所以兩者在伊朗的事件上 我們看得很清楚 其實跟香港的性質 或者是跟黑人民權運動的性質一樣 黑人民權運動的時期一樣 有很多人很討厭這些黑人 搞民權的 黑人就黑人 黑人就坐在車後面 你為什麼要坐在車前面 Rose 你為什麼要在小鎮搞抗議 小鎮叫Selma 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社會是有秩序的 秩序就是黑人要坐在後面 我們要坐在前面 很多白人都是支持的 認為黑人搞和平的非暴力抗爭運動 搞亂社會 那些人都會霸工 影響到我們上班 學校罷課 影響到我們上學 好了 到和平爭取不了 美國出現黑炮部隊 有勇武派的出現 人們會覺得這樣更加不好 暴力 暴力就是暴力 絕對不能夠美化暴力 他們的思維是不能夠 用複合的方法 去了解這個世界的因果關係 如果不是你壓迫伊朗的女性 長時間壓迫 女性為什麼會反抗? 同情女性的 或者同情平等的人 為什麼要反抗? 這些球員在國際比賽上 蔑視了伊朗的宗教法律 回到伊朗 或者他們在伊朗的家人 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威脅 為什麼都要這麼做? 就是因為 有一些事情是給他們的穩定 比他們的生計更重要 是不是? 這就是萬子所說的如雨紅掌 生我所欲也 疑我亦所欲也 異者不可兼得 故舍生而取義 如我所欲也 紅掌我亦所欲也 異者不可兼得 故舍如取紅掌 所以 黃絲伊朗有 美國有 香港都有 就是重視一些平等價值的 重視一些普世的原則 重視公義良知 當然不是黃一定是好人 黑人民權領袖裡面 也有很多是壞人 那一刻他們的支持 普世價值不代表他們的人一定是好 這個世界不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 用複合的方法去想邏輯因果關係 就是 合理很多 但是用簡單的直覺思維去想問題 就會舒服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懶得思考 就決定做藍絲 這是在伊朗事件裡面 可見一斑 無論如何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Patreon 還有我今天所說的文字摘要 觀點的整合 以及其他的獨家參考資料 好嗎? 多謝大家支持 收費平台Patreon 知識有價 拜拜